一眼瞄懂你的終身職業是什麼? 工作換來換去怎麼都找不到更好的 年輕的時候不知道自己該讀哪個科系 出了社會還是找不到人生方向 總覺得自己在虛度光陰 只好默默躺平 神啊請幫幫我 讓我找到心目中的理想工作吧 這次就讓斗樹大神來幫助你 兩個願望一次滿足 透過十天竿畫路讓你知道 你這一生適合什麼樣的工作 這一集我們來談非公體系裡面 很簡單的判斷職業的方法 我們這次會把重心擺在公位 四話與星辰的關係 遊戲規則 這次介紹給同學論終身職業的方法 以本公位為主體 係數位為應用 以本體在觀錄 用在材博 來考慮整個命盤的關係 以及材博工為應用的角度 來討論畫路為工作的內容與運字 當材博工是化入我工時 就可以從星辰來找出工作的內容與方向 事實上這樣的用法是在看 哪一種工作和自己的運勢搭配起來 更為適合 若是化入其他的六工 則無法確認 需要回歸本命的觀錄工 並查看命工的行程來決定工作的性質 我工與他工的差異 從非工角度來講 財博與觀錄的問題時 一定要以命、兇、財、集、官、田 這幾工為我方 其餘的工位皆屬為他工 入入我工時 則表示這是自己的事 入入他工時 是別人的事 與我無關 以下我們大致來解釋一下 飛入各工的情形 財博工化入入命工 因財博工是官錄的氣數位 因此也視同為官錄工 入入命工解釋為 我有工作 而工作的內容則是 要以看新程為工作的細節 稍後會再做詳細的解釋 財博工化入入兄弟工 這樣的現象代表 這工作是可以讓我賺到錢的好工作 工作起來相對也會很有成就感 除了自己賺到錢之外 朋友們也會一併集會 若是格局好的話 還可以自己創業當其老闆 財博工化入入財博工 這表示本命盤與大現盤的關係 不論是本命財博工化入入大現財博工 或是大現財博工化入本命財博工 皆表示這個大現可以賺到這一生最多的錢財 也就是賺錢的巔峰時期 這樣的相義也稱之為歸未入 財博工化入入集惡工 集惡工為官之田 集是工作的場所 也是指工作之一 官路的氣數為化入官路的田宅 集是指我這一生靠什麼方法為生 財博工化入入官路工 這個應該很簡單 這解釋了官運很好 工作很順利 畢竟是由用化入體 體用合一了 工作就無往不利 財博工化入入田宅工 財博入入田宅 則是指工作的錢可以存得下來 也會因為工作而收穫滿滿 這樣的現象代表可以自己創業 論財的話是最好的一種現象 當然前提是田宅工也不可以再有自化財系 以上就是由工衛與工衛的關係來談論 接下來就是以財博工的石天干 來逐一解釋工作相關的細節 那麼石干化入來看終身的職業是什麼呢 若財博工為假天干時 則假天干讓連真化入 連真心代表聰明 人際外交好 工作的溝通能力加 適合從事與人際交流相關的行業 因為連真是求心 故不適合往外跑 適合做內勤相關的工作 顧其營業的狀態是在門市 而非跑外務 連真也是精密的儀器 如電視、電腦相關產業、事物機、家電、產品等等 凡是帶著弱電、精密的儀器都是 所以當選擇3C買賣的行業 也都會是連真 1.天機化入 天機代表聰明邏輯號 延遲犀利 適合以專業技術為主 以及口才教授方面的職業 從事命理、企劃、顧問相關的工作都很適合 工作屬性都屬於馬達有關的行業 例如汽機車材料行 汽機車、重型機具、保養廠等等 天機是動心、一馬心 比方開Uber或是以駕駛為生的工作也很適合 比天同化入 天同心有著不計較與事無真的個性 頗適合休閒產業或文創產業 天同也是流動的水 飲用水 像以上也可以延伸為自來水 天同的事業偏向於小吃店、糕餅、糖果店等等 另外也適合從事服務性質的工作 丁太英畫路 太英心是顆財心、善於理財和計畫 適合從事投資 太英也可以做與美有關的工作 像是美容、美髮、美甲、飯店之類的都很適合 太英是一馬心 與出租業有關的也在太英的管轄之下 例如 撿車、遊覽車、貨櫃車 物 貪婪畫路 貪婪是甲木、是造化的開始 所以適合貪婪的行業可以是幼稚園或是國小老師 又因為甲為十天干的開始 萬事萬物的開始是來源於原始的材料 故也引申為原料 若與工業相關的 例如原料行、材料行、木材行、職業等軍事 貪婪也是癸水的桃花心 代表多財多益 所以也可以從事演藝、藝術相關的工作 即、舞曲畫路 舞曲於工作上有決斷力 能夠突破重重困難 事業上容易成功 大多屬於大器完成的類型 五行屬於薪金、是正財薪 適合從事會計、理財、金融機構、財政單位 又或是變成生意人 耿、太陽畫路 太陽本身就代表著工作 故代表一生的工作 事業運勢都很發達 事業心強也容易獲得成功 可從事中學的老師、律師、外交、照明、能源、電信、發電機等相關的工作 如果再加上畫權 可以往政治或軍警節發展 太陽的人總是制定規則 個性、熱情也會照顧他人 也有強烈的事業心 適合在大公司、公務部門、律師、外交官或是執行創業等等 新、巨門畫路 巨門心 果學多文又掌管口舌、死非、口才以及實路 所以特別適合從事與嘴巴相關的工作 比如司儀、主持人、教師、廣告推銷、医藥、宣傳、律師、學術、顧問、培訓師、飲食、演藝界等行業 但因為不宜開門見山的大張旗鼓的經營創業 是因為巨門、暗星的特質 暗星也代表沒有執照 所以有許多地下業者都是跟巨門有關 另外再從北派的觀點來看巨門 也是掌管土地有關的行程 人、天良化路 民主、失業穩定、工作、勤奮、努力 不論幹什麼都能夠出人頭地 適合從事人事、律師、教育中介、專科、醫生、中醫藥、慈善、歌星、保險業等 因為天良是大人性 可以從事照顧人的工作 例如養老院或是有執照的診所 中醫藥、財行等等 像歌星、語聽的大班或是餐飲經理等高級的幹部 也都是天良的範圍 魁、禍君、化、路 禍君為魁水、形容為大海水 也是破號之心 引申為雜亂的地方 如菜市場、雜貨店或是一堆雞雜物的場所 又或是先破壞後建設的工作 如水電、財船業、財務工作、推土機、怪手 禍君又為遠洋航運的事業 禍君也代表遠洋的禍輪、商船或者是遠洋的漁業 範例解說兩則 我們從這個盤來看 這個命主的財博公是餅天干 畫天童錄入命公 這樣我們就可以解釋為 命主天生適合開小吃點 因為天童就是點心、小吃的意思 當然這種以新陳來類向的範圍也很大 必須要回到命主自身的條件來看才行 否則我們也可以說 命主在自來水公司上班 工作的內容也都是跟天童有直接的關係 再說天童也可能是命理 是屬於命理裡面的易經跟八卦 這麼多的可能性都可以來解釋天童 再舉另一個例子 本命的財博公為人天干 畫天童錄入管入宮 這樣的意象也可以解釋為 命主是一個醫生 若是醫生的話 必然是與中醫有關 而不是西醫 又或是與中藥行相關的產業有關 如果不是醫生 而是上班族的話 則是以教育訓練為職業的方向 而天童所屬的各種特點 我們剛才已經都講過了 這裡就不再一一舉例 透過這樣的方法 不知道大家都已經學會了嗎 節目又到了尾聲 我們今天公衛新程式化 都一併介紹與討論了 大家是不是比較清楚 北派的指揮斗術是怎麼運作的呢 今天的這一集是把以往沒有解釋清楚的部分 再重新講一次 也希望讓自修的朋友能夠找到一個方向 若是想要更有效的學習 以及對斗術有更深入的理解 那麼就會建議大家來報名 明年Simon老師的指揮初接班 Simon老師等你喔 喜歡我們頻道的朋友 別忘了按讚訂閱還要開啟小鈴鐺 那麼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